我刚从餐馆出来 一看价格惊坏了 26.5毛钱 我没赚欧元 26.5毛钱是个大数字 太贵了 饮料3.5毛钱 我以为饮料也收过1.2欧就完事了 生才5毛钱的一杯 我就掌了一个教训 以后绝不在餐馆点任何饮料 这就是我从今历先的一个事业 当然别人请客的话是例外 然后饮料价格 除非我事先知道 个别便宜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在欧洲餐馆绝不点饮料 太太贵了 我作为一个穷屌丝 我说不行 如果是比尔盖茨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拿一张银行卡随便刷 现在我准备去火车站一趟 看一看去布鲁治的车票是什么 这景色还是不错 但是教堂上是个新教堂 不是以前的老教堂 这是个新教堂 这边可能是个路口 我本来想先去布鲁赛尔的公 就是那个 叫欧洲的会议中心那边先去看一下 但是现在呢怕来不及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呢 我现在不太确定 去这个布鲁日到底是几点钟有车 所以还是先去这个车站去check一下 比较好一些